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以赴有人》 这个故事啊,讲谢凤评价魏颖兄弟和简文帝评价殷号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魏颖兄弟少有学义 学义啊,就是学识的意思 这个魏颖啊,这个兄弟俩,少有学识 就是指啊,这俩兄弟年纪轻轻的就学识非凡 总角亦泄凤 这个总角啊,就是这俩孩还没有成年 头上啊,竖俩小发际,像两个小脚一样 就是这俩孩,未成年的时候啊,曾经拜访过谢凤 凤语语大跃之 这个谢凤啊,和他们聊天聊了一会儿 越聊越开心,非常喜欢他们 约,大宗虽衰,魏氏已富有人 说,你们魏家 这个宗族啊,虽然已经没落了 但是啊,见到你们俩 让我觉得,你们魏家终于后继有人了 就中国人啊,非常重视血脉的传承 有优良基因的这些啊,世家大祖都希望他们家有啊 继承人,不断的延续他们的血脉 还有啊,很多忠诚良将,烈士 也希望他们有自己的后代 简文云 靖简文帝啊,说 渊源与不超义简致 这个音号音音渊源啊,这个人啊 他的言语不超义简致 超义啊,就是造诣很高 简致啊,就是简练简要 就是说,音号这个人啊 他的言语啊,既不高明 也不简练,比较啰嗦 然,经伦,思寻处,固有矩阵 经伦,啥叫经伦啊 就是整理,思线,编成绳子 形容啊,这个组织处理能力 思寻处,就是做事情啊 左思右想,考虑得非常周密 故有矩阵 所以啊,他这个人啊 处理事情,妥妥当当 就像排兵布阵一样 非常有模有样 然后更标述完整的解释原文 魏颖兄弟俩啊 年纪轻轻的就学识非凡 魏成年的时候啊 曾经拜访过谢凤 谢凤啊,与他们俩聊了半天 非常喜欢 于是说啊 你们老魏家 这个宗族啊,虽然已经没落了 但是啊,见到你们俩 让我觉得 你们魏家 终于后继有人了 静简文帝说 因好因渊渊 这个言语啊 既不高明 也不简要 但是啊 处理事情 考虑问题 非常周密 所以啊 做事情 妥妥当当 有模有样 最后 再跟标述完整的 朗诵原文 魏颖兄弟 少有学艺 总角亦谢凤 凤于予大跃之 曰 大宗虽衰 未是已赴有人 简文云 渊源予不超义简致 然 经伦思寻处固有局阵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故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